文殊菩萨 我刚才已经供养给大智文殊施力法王子大菩萨去建设五台山道场了 父啊 那西荣石是我们龙宫的镇宫之宝 来女娲补天使留下的圣物 被诸神之王包吏天天主尸体还阴 赐给我们作为星云不予回来清凉之用 您怎么可以就这样供养出去了呢 那我们以后如何跟天主尸体还阴交代 我们又用什么来清凉身心呢 不行 父啊 我们得去追回来 万万不可 既然已经供养出去了 哪有再要回来之力 天主那里 我自然会去解释 他作为世尊座下 证得出国的俗家弟子 也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 并会随喜赞叹他 你们万万不可造次 谢慕谢徒 为父功德之心 再说 我作为佛门俗家弟子 护持僧团弘扬佛法 协助普渡众生 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啊 五位太子敢怒不敢言 只好唯一唯诺诺退了下去 走出殿外 小太子就让道 父王也真的太不像话了 他别的不送 居然把这事关我们身心健康的宝物 不失了出去 大哥二哥 三哥四哥 这样不行 我们得赶紧去追过来 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大太子想了想 我能问身边的人 得知文殊菩萨刚走不久 心中又想到 父王竟然一起供养出去了 我们又去追回来 这样不太妥当吧 再说 我们龙族 要是没了佛女的固执 就连生命 也是照顾保夕啊 那大鸿精之鸟 可是普世淡淡 随时都有可能 许为我们的性命 如他能取物一般 二太子三太子 都知道其中的愿违 也莫不作声 四太子急了 大哥二哥三哥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四弟五弟 你们别着急上火 龙宫没了邪龙时 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呀 其他路亡 不是没有邪龙时 也照样生活得蛮好的吗 我们干嘛要破坏 父王的功德之心呢 再说 当年临山法会上 我们家族 不是都归在如来座下 成为在家弟子了吗 正因为如此 我们龙族的克星 大鸿精之鸟家族 才给我们这些归于佛弟子 才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了 而那些没有归于的龙族成员 每日都获得提心吊胆 生怕大鸿精之鸟 此时归线 要了他们的命 这些状况 你们也是知道的吗 再说 作为释迦牟尼佛的上手弟子 做过诸佛之士的法王子 闻书施利菩萨 化元谢龙时 为的是建设普度众生的道场 我们离当随喜才是啊 四弟五弟 大哥二哥说的也对啊 再说 闻书施利菩萨 具足与诸佛无二无别的大智慧 其神通力和威德 都是在大菩萨排名第一的 我们这样去撂回不太好吧 五太子血气翻钢 大声嚷道 我不管了 我们龙族的威德和神通力 就连如来世尊也说过 龙的境界不可思议 再说 闻书菩萨的神通力和威德 我们也只是有所矮人 并被亲眼见过 我就不信 斗不过他 我一定要去 把那些龙时追过来 若晚就能够深地愿 向五台山方向追去 四太子一愣 也随之破水而出 飞向虚空 腾云架 去追 太子 大太子 二太子 和三太子 生怕有失 也随之飞向 五台山 龙宫里所发生的事情 都被文书菩萨及时了知 他骑着境诗 就停留在五台山上空 等候五位太子 彼时 之间愿意 直扑而埋 五台子 见于少年童子 偷书无忌 骑在那情诗之上 就停留在空中 不仅有些好奇 就问道 你是文书菩萨吗 正是 五太子 有何见教 五太子 仅是不过是十五六岁的 少年童子而已 不禁心生怠慢 尽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诸佛之师 释迦牟尼佛的左邪师 号称智慧第一的法王子 文书施力菩萨 竟然是如此年少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修为呢 既然你好称诸佛之师 法王之子 怎么会那么年少呢 世尊说过 世间有四不可亲 一是小火不可亲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甚至可以烧毁三千大千世界 第二 是小龙不可亲 因为龙虽孝 其胜利也足可以毁掉一方世界 第三 是太子虽孝不可亲事 一旦继承王位 就可以使国太平安 也更是所在国度成为一方炼狱 沙弥虽小不可亲事 正德圣果与年龄无关 万一他是正德果位的圣者 那这人就一定会堵入阿比地狱 饱受众苦煎熬 所以你不要侵蚀我们这些年轻人 是你拿走我们东海龙宫的蟹龙石了 书画间还在大梁寺中 寻找那么大的蟹龙石 文书菩萨及时知道他的心思 随即在口袋里拿出指甲盖那么大的蟹龙石 你是不是在找这蟹龙石 那么大的一块圣石 到你手里怎么会那么小 微不足道 我还可以把它变成于天地一般大 这我信 文书菩萨 这块蟹龙石 是我们龙族用来清凉神星的圣物 而且是诸神之王 道立天天主 赐给我们东海龙宫 作为清凉之语的 三千大千世纪 也只有这么一块 你还给我们吧 既然是你们父王 已经供养给我 用作重开五台山道场的 那就已经属于我的了 我还要用它去清凉五台山呢 这个不能给你 你既然好称诸佛之师 如来世尊上手第一弟子 法王之子 自然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化解这一方的气候 岂不是小财一碟 干嘛非要去我东海龙宫去 找我爹 化缘要成一块圣石呢 神力固有 也只能够化解一时 绝不能够保持 只有这块鲜龙石 暗住在五台山 才能够使得这里 成为清凉世界 看来是你的本事不行了吧 你重开五台山与否 与我无关 但这块清凉石 我一定要拿回去 既然它已经属于我的了 你再想拿走 怕是不能 既然你不给 我只好动手抢吧 说时时那时快 花音刚落 五台子就急事伸手 去向文殊菩萨 手里那块清凉石 结果是 文殊菩萨手脚更快 急事一闪 五台子顿时扑了个空 五台子恼羞成 顿时恢复龙石 张牙无掌 直扑文殊师 利菩萨来 就在这时 四台子健壮 也深怕无理有事 也即时恢复龙石 也直扑文殊师 利菩萨来 可是 文殊菩萨 随即进入死死地 身体外围 顿时被摇曳无比的光芒上出 两位太子 和施战神徒 也无法通过那层光圈 就在兄弟俩施战神里 有无疾可施时 大太子 二台子 和三台子 也同时赶到 这哥三 前两位弟弟 记得娃娃乱脚 一时亲戚 也加入了战团 可是 无论他们怎么 都无疾可施 即可施 由于龙族的称灰之心 特别之重 无疾可施的他们 气得把鹿抓 把一座高山都抓平了 山上的石头 除了那青石占领之地外 都被翻抓成大大小小的天使 文术菩萨 仅如往五大太子 心烦气躁 担心他们 做出过激行为 上了众生 于是初定 收起神通 口中念诵真言 山中的灌木 随之变成捆容声 把那五条恶路 捆得死死的 一点也都难不得 文术菩萨 欲用神通 把这五条恶路 锁在了五台山 西南围平山 一抹眼地下银河 一处龙宫之中 随手将两边高山 往中间一拉 两大高山 同时碰在了一起 压住了银河轮廓 文术菩萨 随即用真言封印 叫这五大龙王太子 再也不能处来 危害人间 文术菩萨 告诫五位太子 在此好好修行 切勿再深害矣 时机成熟 就放他们出来 在此期间 我会安排在东南西北中 舞台祭祀你们 让你们享受人间功夫 以增强法力和灵气 又安排当地 山神土地等神职 按时按需 供应一切生活所需 文术菩萨 安排妥当之后 及时回到了舞台山 老龙王 听说五个儿子 被困密魔炎 就找文术菩萨求其 我对世上一楼 都无害意 怎么可能 伤害你的那五个儿子呢 我只不过是 摸摸他们的性子 让他们以后 能成大气罢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不会有任何威胁 更不会生活有缺 我也会时不时去看望他们 为他们讲经书法 直到修行 中华民族的人们 都是你们龙族的传人 而在这三十三天以下 你们龙族 也是财富和威德的象征 我会安排眷属 在这五台山 为你这五个儿子 为代表的龙族 建设庙宇 以则表彰你们 为五台山崇光事业 所做的功德贡献 二则 也让你们世世代代 享受世间相互 接受世人祭祀 以增强你们龙族的威德 和气势 以免被大鹏金石鸟家族欺凌 不知意下如何 老龙族一看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再说五个儿子 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还能够得到文殊菩萨 亲自讲话 那也是一件 三生有幸的事情 于是千恩万谢 感恩大致文殊师 里菩萨慈悲 我们龙族 也会竭尽全力 顾持五台山道场 并让那些 超级五台山的 善男性语 富贵双增 富贵双全的 俗武繁忙 容小龙告退 善哉善哉 功德无量 你去忙吧 在这以后 五台山每座台顶 都供奉着龙王 后来 为了方便试验 文殊菩萨眷属 又把五位龙太子 集中在了台怀镇 写通寺万佛阁 后人又称五叶庙 当然 这是后话 老龙旺走后 文殊菩萨 来到五台山 南面的一个山谷 当安放好 谢龙时之后 早日的五台山 顿时变成了 清凉世界 后来 文殊菩萨眷属 又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寺院 名叫清凉寺 维护 这块清凉室 那变成捆龙神的灌木 就被人们命名为 降龙墓 后有人 请教文殊菩萨 如何修行时 得到文殊菩萨开始说道 这种木头 之所以能够成为昆龙神 实乃内藏 我秘密真前所致 后有人说是 恩阿拉巴扎拉地 而根据 佛说八大菩萨 曼陀罗经中记载 文殊菩萨心中 应该是 事理二合 舌烂鹅 缩婆 二合影 和 这六字真言 只要善难信誉 用降龙墓 做成的属珠 呼念诸佛名号 呼念佛法真言 呼念菩萨森贤 神森名号 甚至是 把这样的属珠 带在身上 我都会督促天龙八部 不执死人 再生 不受邪魔恶鬼骚扰 神怀命中后 就可以往生到 我净土 乃至于十方 福国净土 从而建立生死 永突轮回 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会 把这木头 命名为六道木 用它修行 可以脱离六道 处离三界之意 有高僧大德 甚至是把它称之为 六十吉祥木 用这种木头 做成的属珠 鲜行 或佩戴 都可以确保 六十吉祥 无忧无虑 只真正如标准 当年 辽国举兵反送 木鬼因 用香龙墓做复辟 大陆天明镇 大陆天明镇 为宝尽安宁 陛下和我战功 这同样 也是后话